一个视频教你学会所有必动词的用法 必动词一共有五个 其中现在式的必动词有三个 分别是am, is, are 过去式的必动词有两个 分别是was和 were 其中am, is的过去式是was are的过去式是were 怎么用呢? 口诀记住 我用am,你用are is连着他,他,他 当庶民词用is 副数名词全用are book数名词也得用is 我是i要用am 你是you 看到you叫做are 如果主语是she, he, it 叫用is 什么是单数名词表示物体 只有一个,一个为单 看到单数名词用is 什么是副数名词 大于等于are的就是副数名词 例如我是一名老师 看到i,我用am 立马点am, I am a teacher 我去年是一名老师 去年表示过去了 过去的动作 就要用过去式 am的过去式是was 所以要填I was a teacher last year 点个小新 转弹起来哦 阅读理解 在内的所有人都去惯了街 所以玛丽去惯了街 来个小新哦 一混短语便稀 纸是由草构成的 看不出原材料 要用这词from 桌子是由木头构成的 看得出原材料 要用这词of 草可以被做成纸 要用这词into 火车产自某地 要用这词in 有收获的话 来可小新哦